台南市政府这几年积极推动社会住宅政策 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参加台南市永康区康桥段 捐建台南公宅签约仪式 将规划445户台南公宅 是南台湾第一个案件民间自提捐建案 预计112年底动工 台南市政府都会把我们的社会住宅放在淡黄区 不会把社会住宅放在偏远的区域 那这样子对于社会新鲜的人也好 对于社会比较经济上需要帮忙的人也好 他们能够站在这个都市的核心区 也是交通方便的地区 那让他们生活的负担减轻 生活的便利增加 我相信这也是政府的一个目的 台南市政府都发局局长庄德良说明 这是台南公宅捐建基地围在永康区东桥路段 将规划兴建21层临近有总图书馆 并保留区内原有老树形成老树公园 整体生活环境休闲交通机能完善 适合宜居的公宅 台南市政府都发局另外表示 台南市社区住宅将采取居住正义三部曲 有租金补贴、包租带馆 以及社会住宅三大面向全面推动 希望透过政府直接兴建 以及多元取得的方式 落实居住正义 记者陈佳生市政府采访报导